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天下众生的主宰 皇帝二字似乎就与荣耀紧密相连 帝王拥有生杀与夺的权利 出生在统治阶层顶端的皇家 他们从刚来到人世间就代表着不平凡 我们羡慕他们的衣食无休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荣耀下的艰辛 做一名帝王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四海八光的事物 多数要由皇帝一人决断 天下苍生他也要牵挂在心中 还要时时担心有没有人要篡夺自己的皇位 可见做皇帝也并不轻松 中国封建时期的历代帝王的寿命 似乎都不太长久 他们要频繁的工作 休息的时间寥寥无几 例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他每天焚高计鬼的工作 关乎国家大事的二百多份 奏者都要他亲自批乐 但是今天的主角不是朱元璋 我们要了解的是朱元璋的后辈 也就是万历皇帝 这位皇帝可谓是帝王史上的异端 万历皇帝做过一个可以说是很出格的事情 作为一个帝王 他二十八年不上朝处理政务 堪称是历史上最懒惰的皇帝 万历丢弃了他作为帝王的本职工作 他却没有被推翻 也可以是红韵加深了 在万历刚刚登基为帝的时候 他还拥有一个做明君的心愿 他也曾是个心怀天下的人 传说有一年大旱 万历皇帝步行了二十多千米的路途求雨 他也一度发展明朝经济 百姓安居乐业 国家也呈现一片祥和的气象 与前期相比 后期的万历皇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人认为 这是因为万历皇帝纵情于生色全满的生活 但事实似乎不是这样的 史料表明 万历皇帝身体豹雅 不利上朝和列席各种场合 他也因此饱受各方面的诟病和侮辱 这个理由似乎并不能让朝野上下信服 他们的态度也颇为恶劣 他们多次谴责万历皇帝是无能挥军 万历皇帝不断地为自己辩解 但是他似乎失去了不下们的信任 经常有口舌之争 臣子们说 万历皇帝不便于行 面无人色 都是他纵情生色全满的结果 现在的这个局面 都是由于他自己的放纵 不是其他人的罪过 他应该自己承受恶果 这些话被万历皇帝知晓后 他暴跳如雷 可是万历皇帝确实是他自己诉说的那样嘛 我们要还原历史 真相还要从定灵说起 定灵是神显宗皇帝朱义军 也就是今天的主角万历皇帝的灵亲 据资料揭露 当考古人员打开万历皇帝的棺果后 考古专家揭露了真相 万历皇帝似乎并不是一个健全的人 相关人员在检查他的失守后发现 万历皇帝的左腿有些明显的残疾 他以一种不正常的姿态扭曲着 想来定是疼痛难忍 看来万历皇帝是真的不便于行 他不参与日常的政治活动 也是情有可原 万历皇帝体态飞烁 又长期缺乏运动 他走路的姿势肯定不会很美妙 他这样不雅的出现在众人面前 肯定会有损皇家威严 为了自己的颜面 万历皇帝放弃了上朝 但是万历皇帝在日常的时候 他仍然关心着明朝事物 新系江山设计 即使他在二十八年内没有上过早朝 明朝也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叛乱和国家的混乱 政治事物依然井井有条 万历皇帝应该是有个雄才大略之人 我们不得不钦佩他的能力 折服于他不为人知的智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